我們社會民營代表對外都說我們二四小時上班 二四小時都會接電話on call 對不對 但我覺得觀眾朋友有國民黨朋友 或是這些立委或是認識主席 請他們一定要收看今天的回播 狠狠躲你們看一下 因為自己人去建議 也不是第一次建議了 大家說了建議 我覺得真的還要去仔細聽一下 我覺得新的國會很多人都要求表現 沒有錯 尤其很多的新人議員轉戰立委 要聲量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我之前也說過 大家難道忘了侯友宜 那時候選總統的政見嗎 那時候都是跟民生議題 非常match的一些政見 為什麼這些不能先拿出來 在國會拿出來提案呢 難道就是我只能打政治議題嗎 對不對 太平島的事件 或是剛剛二輪制度 我就說二輪制度是個笑話 尤其現在我們討厭度那麼高 第三名的情況下 我們還要去談二輪制度 真的是一個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沒有志氣的提案 等於說二輪制度的mega mega是什麼 我要先確保我是前兩名 那看起來我們現在的討厭度那麼高 連前三名都沒有 都在第三名的情況下 我們還去談什麼二輪制度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 不只是國民黨內的年輕人建議要聽 很多他黨民眾黨跟民進黨建議 也要去聽進來 對不對 不然我們只會被別人人為笑話 而且年輕人會離我們越來越遠 我說但是我覺得今天 因為很多人剛剛該批評 該指教 講完的都指教過了 還是要幫他說一點話 要給他一點肯定 我們在這件事情 因為米肖俊酸重點從哪裡來 怎麼原因造成 大家不知道 所以要透過理性物質科學的推論方式 這是民眾最愛的理性物質科學推論 所以至少今天開記者會 他已經推論出來 至少是廚師的首部生物 跡象有這個方式 那我可以配合檢調掌握這些廚師 店員 店長 他的口供 因為沒有證據沒有關係 兩位民進黨議員 國那個新台北市的議員 在這邊會去檢討SOP 到底是不是有帶動的地方 是他們去檢討 但是配合今天檢調口供 有生物跡象 然後配合他們的口供論述 我覺得去推論說 到底原因是什麼 找專家學者來 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可以比照過去其他東南亞國家 發生這個漢市的時候 到底是因為什麼原因 我們能推論 讓大家知道說 我不會因為什麼過程 導致米肖俊酸的產生 然後讓別人中毒死亡 我覺得才是重點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 王必勝也很努力 衛福也很努力 食藥署也很努力 臺北市政府也很努力 我們不要因為一些民代 為了自己神糧 去抹殺這些基層同仁的辛苦 這是我今天想說的 所以都要給予肯定 這個我先講七點半這件事情 回過 七點半上班 跟所謂的一日北高 在民眾黨的內部幕僚 跟民眾黨內部的核心人物裡面 私下公認是叫柯文哲 不要再拿出來消費的錢量 就是他們私底下都覺得說 好了啦 就是那個飲料店的那個好了啦 好了啦 真的好了啦 對 七點半重點不是時間嗎 重點是你那個陳惠的 制度嘛 那確實你說 柯文哲跟蔣王安來比的話 柯文哲確實在這種市政的議題上 他比較進入狀況 老實講你問他 都至少都答得出來 所以那你看 不然像現在蔣王安整天都在狀況外嘛 搞不清楚狀況到今天 才知道說 這整件事情跟保齡有關 這不是我們第一天就知道事情了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 這個其實沒有什麼好說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現在看起來國民黨他們在立法院這邊現在採取一個策略就是反正就是炒作聲量炒作議題嘛 但這諷刺的是什麼國民黨立院黨團現在最討厭的組織叫做公都盟 他們集體抵制這個公都盟所知嘛 然後而且之前那個張宏林不是有去這個那個什麼 那個陳明通的新書裡面寫序嘛 所以國民黨現在幾乎就是討厭公都盟 討厭要死 可是諷刺的是什麼 國民黨現在問政的方式都在效法公都盟啊 都在充KPI充那個質詢量嘛 充量嘛 對啊 那所以現在當然最近看得出來就是那個美條電子報的民調 國民黨的正面評價下跌了嘛 下跌到現在已經真的又變成老三了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現在最大的苦主大概就是朱立倫 為什麼因為朱立倫他費盡苦心他改革黃復興 當對手現在民眾黨在擴大經營的時候 他把整個黨部的組織這樣扁平化改造內造化 那我覺得輿論多數是給他肯定的啊 可是有的時候這些改革都被誰蓋台了 比方說什麼像立法院就是翁曉玲 上個月流量王就是翁曉玲嘛 對上對下你看講上對下之後 國民黨一大堆新科立委效法嘛 然後最後怎樣 最後很多都被輿論狙擊都翻車了嘛 那問政是要有互動嘛 比方說什麼 比方說像陳永康嘛 我跟你之間在專業的程度上面有來有往 這大家都給予肯定給予認同嘛 張祺凱也是嘛 比方說至少都有問到一些這個蔡政府 現在的一些痛點嘛 那國民黨要思考的是什麼 至少是你現在聲量大也大不過黃國昌嘛 比方說你們這些立委要炒聲量也炒不過黃國昌 你要開個直播也沒有人家那個流量啊 然後影片上傳的速度也沒有黃國昌的小邊塊 你看他每次這個質詢完在一個小時內影片就上去 還有上字哦 對還有上字幕這樣子 那應該要怎麼做 我覺得應該是要思考是現在有沒有什麼民生議題是可以引導的啦 也就是說在修法這一塊是可以引導的 而不是說整天炒那些政治口水 比方說蔡英文要登太平島 然後還有包含現在像現在他們 我相信他們現在借著說立法院這一波藍白河的這氛圍 他們希望能夠去通過一些政治性的法案 包含那個中配六改四這件事情嘛 但你看從民調數字就看得出來 現在民眾普遍對這些議題是反感的啊 那所以那這個時候你看馬英九又要去中國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相信國民黨現在又在祈禱了 我覺得國民黨現在是最緊張的那個人啊 每天就在祈禱說馬英九現在中國拜託不要給我就是講一些 不要說出事啊 也不要講一些什麼奇怪的話 太過奇怪的話 那現在感覺上馬英九就有點像當時哦 就是已經這個離開關子的那個連戰 也是一樣嘛 整天就是去中國交流然後幹嘛 然後就是讓整個國民黨的好感度社會好感度越來越低嘛 那所以我覺得只要馬英九在中國 現在又說了些什麼的話 下個月馬英度保證更低